知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 日前被前妻范中芬提告 指控他多次伪造签名 在未授权的情况下 自行替前妻签署音乐著作 财产权管理契约 而且收取全利金的账户 还是填上自己的户头 让前妻觉得很夸张 对此王志平声称 没有印象为什么会发生此事 但解释自己会代签 是为了当事人好 并表示以自己的为人 如果有代签一定有告知前妻 就连板税也有汇进对方的户头 但法院经由审理后 发现王志平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 的确有代理签约的情形 所以还是以伪造文书罪 判处王志平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可一颗罚金 且权案也可上诉 而目前王志平还没做出任何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心想派안�